今次的题目就要我们评论 如果X so far是一个整数的话 这个二次方程的值都会是整数的 我们就会有这三个东西 每一块都是整数 然后我们就要评论倒转都会成功 也就是如果我们 take这三个都是整数 而X是整数的人出到这块东西 就一定都是整数了 我们先看第一步 就是由头这两个条件去评论第三个东西 这个相对容易来说就比较容易做的 因为X是我们任意take的 我们take一个什么整数都可以 方便我们做 勾回ABC、A加B、C就可以了 很简单 我们一开始 一般来说要勾一个constant 我们都会takeX 这个东西是等于0的 所以是这样的话 AX的平方 加BX加C 这块东西呢 一下子你就把0都带进去 就是头两个term都没有了 一下子就会变成剩下一个C 这块东西由于说这一个二次方程出来 就一定要是整数的 就是说这块东西会是一个整数 所以我们的第一步呢 我们就证明了C这块东西是一个整数了 搞定 然后呢 下一步就要证明A加B 我们就把数字放进去 X又是不可以take的 那你今次takeX等于1的话 这一条式我们可以takeX是1 X是1 我们就会做A加B加C 但是我们之前就说过 嗯 C这块东西呢 是一个整数 那么我们需要这一条式呢 出到来呢 那 都是一个整数 那么 这个之前说过已经是一个整数了 那么 那么 所以呢 我们今次的条件呢 就剩下 这个A加B呢 出到来 都是一个整数了 那么 我们就improve了A加B 是一个整数了 那么 然后到最后一步了 那么当然 不少得的就是 弄低的2A 那么 那么 for X是2的人呢 那么 这一条式 会变成什么呢 我们扔2下去 那么 那么 这个就是A 再乘以2的2次方呢 再加B 乘以2 再加C的 也就是 4个A 加2个B 再加C的 那么 都是啦 现在说到 出到来的东西呢 就一定会是整数的 那么 既然是这样 我们只需要 玩一玩这一条式呢 那么 那这一条式 就可以表达成为 2个A 再加上 2个A加B 简单来说 就是拆了这个A 然后再加C 我什么都没有做过 纯粹拆了这个4A 然后 我们就会有 由于 C 这个 是一个 integer 那么 A加B 这个东西 都是一个 那么 只不过把它乘以2 所以 我们最终 夹了出来的 就是 这个2A 都是会等于 integer的 那么 出到来的 都是会是 一个 integer 都是一个 整数 那就搞定了 那么 我们2A 都证明了 所以呢 这一条式 如果 x 是 一个 arbitrary whole number 的话 这一条 concerted evasion 出来又是整数的人呢 那么 这三个quantity 包括2A A加B 和C 都会是整数 那么 这条题目呢 我们就剩下半部分了 也就是 我们要 倒转来 prove 那么 那 也就是 当x 又是取一个 arbitrary whole number 那 而且 我们代入去 2A A加B 和C 它们都是整数的时候 那么 就是说 这一堆东西 都是整数的时候 那么 那么 运用在这一条式上 那么 这一条式呢 它出到来 无论如何 拿一个什么 值都好 那么出到来 那么 这个output 都一定会是一个整数的 那么 那么 具体来说 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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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 我们要看一看 我们关注的是这一条二次方程 那么 当然 就拿一条二次方程 拿出来讨论 Ax的平方 加Bx 再加C 那么 那怎么做呢 然后呢 我们就会将它 切法 用 这些 整数 来表达 这一条二次方程 那么 具体来说 就可以说 这一条式呢 就会有 Ax的平方 然后呢 我就会 手多多 那么 在这里减 Ax 然后 减完Ax 之后 要加个Ax 那么 当没有事发生过 然后继续了 那么 加Bx 再加C 那么 为什么会无端端这样 group呢 那么 就是因为我想 将 这些东西 group 那么 group完之后呢 那么 你就会清楚见到 有一些 expressions 会出现到 那么 那么 这个很简单 我们抽一个 Ax 出来 那里面就剩下 x-1 那么 这个呢 我们就会抽一个 x 出来 那么我们就会剩下 A加B 那么 然后再加C 那么 没做完的 好哦 因为我们之前说过 我们要尽量 那么 那么 将这一条二次方程 表达成为 上面的这些 呃 variable 表达式 那么 所以呢 我们有个A加B 我们有C 那么 那么 2A呢 没有用哦 那么这里还有个A 那么我们就将它表达成为 2A的这个形式 那么就会写成 2A 乘以 X X X-1 那么 除以2 那么 其实呢 我只不过是没什么做过 那么 这里乘以2 那么 这里除回2 那么 这条式呢 和上面的都是一模一样的 那么 那么 右手边这些呢 当然就是照抄啦 加X A加B 那么 这个东西再加C 那么呢 这条数就差不多搞定了 这个expression 首先 C 这个 是一个Integer 就是 A加B呢 说过我们 假设它都是一个Integer 嘛 那么 而X 在这里 就是说过 这个Statement 我们不动的嘛 因为我们只要Proof 这一件东西是一个Integer 那么 这个也是一个Integer OK啦 那么 然后 这一个2A呢 都是一个Integer 那么 搞定了 我们剩下的就是这个神秘的物体了 究竟这个X乘以X减1 除以2是什么呢 那么看清楚点 这个是X乘以X减1 就是比较小一个数 也就是这个是两个连续数 这个数据成在一起的 还要是连续整数 因为这个X是一个整数 X它本身是一个整数 那么X减1 当然也是一个整数 那么两个连续数成在一起 然后 然后 除以2 那么 两个连续数 它本身 就一定是一个单数 一个双数 就是一个基数 一个偶数 那么 永远偶数那个呢 除以2出来 都是一个整数 那么 那么 这个是可以随得尽的 那么既然是随得尽 那么出来 又是整数 那么 那么 所以到头来呢 这一件东西 那么 都是一个 很大的Integer 那么 虽然这个讨论 但是呢 出到来 整个东西都是一个整数 那么 既然是这样 所以 我们output出来 不是 我们最终得到的结果 就是这个二次方程呢 就是由一个整数 乘以一个整数 加 一个整数 又乘以另一个整数 那么再加一个整数 那么 由于这些component 全部都是 由整数组合而成的 那么 所以我们就proof了 出到来的 这个二次方程 出到来的值呢 那么 就永远 就是一个整数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出到 出到来的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观看